第四十八集 安帝司马德宗 晋安帝档案 生族年公元382至公元418年 父母父亲是孝武帝司马耀 母亲陈淑媛 后妃王皇后 年号隆安 元兴 易兮 在位时间 公元396至公元418年 氏号安帝 妙号吴 陵寝 江苏修平陵 性格昏庸懦弱 詹子庆在中国古代史点评说 安帝从小到大 口不能言 寒暑不便 是个白痴 他的一举一动 都由别人摆布 晋安帝 名叫司马德宗 是晋孝武帝司马耀的长子 东晋王朝的第十代皇帝 他是晋朝历史上的第二个傻皇帝 居然在位二十多年 实在让人疑惑不已 司马德宗是个真正的傻子 西晋惠帝 司马中虽然傻 但只是智商不高 头脑简单 他还知道吃喝玩乐 听青蛙叫 向身边的人问自己弄不明白的事 而司马德宗则傻得连话也不会说 路也不会走 寒暑冷热都不知道 想当年老祖宗司马懿 是何等的狡猾奸诈 连神迹妙算的诸葛亮也屡屡败在他的手上 没想到后代却出了两个白痴 更让人无法置信的是 这两个白痴都当了皇帝 而且时间还都不短 其实考虑到野心家对权力的争夺 这种荒谬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一个傻子做皇帝傀儡 这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 公元396年9月 昏庸的晋孝五弟司马耀 因为酒后的一句玩笑话 被宠妃用被子给闷死了 年仅15岁的长子司马德宗 就按照嫡长子继承的老规矩 当上了皇帝 即晋安帝 司马耀的弟弟司马道子 就以皇帝年幼为由 独揽朝政大权 其实像司马德宗这样 无论年纪多大 都是一个最让人放心的傀儡 不过 司马道子的专权并不稳固 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还玄 还玄是先前专权己朝的还温之子 后来还温病死了 还玄就接受了父亲的势力 还玄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他趁着新帝继位 朝政不稳的时机 领兵攻入建康 结果司马道子一党被杀 司马德宗这个傀儡皇帝 就转到了还玄的手中 司马德宗继位后 三无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 加上连年战乱 百姓伤亡过半 而专权的还玄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 不仅豪舍荒淫 骄横跋扈 而且他还要继续父亲没有做完的事 就是窜尽自立 可怜的司马德宗不仅饱受还玄的虐待 经常挨饿受动 还被还玄逼着下诏善位 不过他是不明白这些事的 所有的一切都由还玄操办 公元403年11月 还玄夕备好善位诏书后 就拉着司马德宗到大殿 又命人捧出玉玺 完成了善位仪式 12月 还玄称帝 国号为楚 而司马德宗被封为贫固王 安置到寻阳 寻阳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 还玄的篡位引来了各地豪强起兵讨伐 他们打着恢复东晋的旗号 攻打环旋 实际上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壮大势力 刘豫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是西汉楚王刘娇的子孙 到了他父亲刘翘时 家道已经败落 他自己则在北斧军中做了一名第一级军官 不过他既有军事才能 又有野心 公元404年4月 刘豫纠集一帮人马 进攻建康 其他地方已有不少人起兵附和 环旋抵挡不住 就带着司马德宗和东晋皇室眷属 沿长江向江陵方向逃跑 不过被刘豫追上了 刘豫杀了环旋 把司马德宗夺到了自己的手里 不久 环旋建立的处政权就灭亡了 被废除了16个月的司马德宗 在刘豫的拥护下 于公元405年3月 重新坐上了皇位 朝政大权由刘豫掌控 刘豫统领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后 他也想篡位自立 不过 他决定先打好根基 等时机成熟了再起事 于是 司马德宗总算暂时 躲过了再次被废的命运 刘豫很有才干 他为夺权做了长远的规划 朝廷中的刘豫和诸葛常民等人 不服刘豫 就首先成了他的刀下亡魂 接着 各地的农民起义 也被他出兵镇压了 等到国内局势平定了 他又率兵北上 消灭了少数民族建立的南烟和后勤政权 把东晋的领土再次扩展到黄河岸边 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 东晋呈现出复苏的征兆 而刘豫也觉得自己篡位的时机成熟了 这时 东晋民间流传着一句谶语 昌明之后有二帝 昌明是司马耀的字 也就是说 在司马耀之后 还要经历两代皇帝 东晋才会灭亡 为了让皇帝换得快点 刘豫打算杀了司马德宗 一夕十四年十二月 刘豫命亲信中书侍郎王勺之 买通晋安帝身边的侍从 准备士机士君 司马德文是傻皇帝的同胞兄弟 他日夜陪侍着司马德宗 就是担心刘豫会杀了哥哥 篡夺东晋政权 在司马德文的严密保护下 刘豫只好等待时机再侍君 一日 司马德文病了 只好出宫养病 王勺之等人就潜入后宫东堂 用一带勒死了晋安帝 司马德宗死后 刘豫谎称皇帝 报病而亡 接着就马上筹备 被拥立司马德文称帝之士 晋安帝司马德宗在位22年 终年37岁 死后葬于修平陵 他吃傻无知 成为他人争权的棋子 一旦沦为弃子 只有命丧皇权 真是悲哀